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透过模拟车 来跟各位聊聊实车的故事 今天我相信各位看到我们这张背景的照片 是不是让你勾起 好像某一部电影的照片 是的没有错 我相信多数人应该都是透过这部电影 来认识到这台很有意思的强劲街车 没错这就是电影Taxi 2 台湾翻译叫 《计程车终极杀阵第二集》 这部电影 反派日本黑帮开着这台EVO6 这台30的进车 在法国飞来飞去 最后不敌所谓的坦克车 当然不能怪他了 坦克车跟汽车本来是两种不同等级的东西 在电影里面飞驰 也让人家看出 这台车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性能操作 那么今天就来跟各位透过这台模拟车 来聊聊这台30EVO6 它实车的故事 好的我们按照惯例 我们一样先让模拟车先退场 我们先来介绍实车的故事 30 Lancer EVO6 顾名思义它是EVO的第六代的世代 那我们在此前跟各位讲到前面几个世代有说过 EVO123基本上是同一个世代 它底盘是一样的 那456也是同一个世代 所以EVO6算是第二世代的最终进化版 那你在外观上面来讲 其实它跟五代的差异度并不是很大 它变化度真的没有很多 我们先把这个照片把它给放大 在车头上来讲 它比较大的变化是 五代的车排排框在这边 那六代把它移到左边来 这是为什么 这是有原因的 这不是乱弄的 因为他们希望改善这个车在夏天时候的 进气散热的效率 那五代你把排框放在这边 是不是整个这边都挡住 六代把它尽可能往两边去移动 所以六代它的排框移到这边来 进气冷气的效率有变得更加好 相对的五代原本的雾灯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所以六代把雾灯往两边移 那各位说不对啊 你这台没有雾灯啊 对不起啊 这个六代的雾灯也是选配的 五代的雾灯也是选配的 这个雾灯都是PiAA 他所做的大型碗工的金钻雾灯 那所以这个排框移到左边来了 那各位说那右边这边是干什么呢 哎聪明啊 右边这边的进气口是给机油冷却器 这边去进气的 而且为了要强化它进气的效率呢 在六代的保险杆的右边 右前方这边也开了个进气口 一样是给机油冷却器去进气的 至于其他的部分呢 改动幅度就不大了 比方说它的引擎盖还是维持着五代这种造型 而且一样在左侧这边夺了一个进气口 至于在其他的部分呢 变化就真的很小了 因为六代基本上是五代的小改版 微改版不像四代到五代进化的部分这么的多了 好了在引擎的部分呢 其实五代跟六代的引擎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输出也都是一模一样 实现一模一样 只有在RS的版本 RS版本因为它采用的涡轮 是世界首创的某一种合金的材质 所以它的扭力的输出稍微提早一点 而且据说呢 RS它的线性的输出呢 更加的流畅一些 甚至到后来的EVO6 有出所谓的EVO6.5 Tommy Macanon版本 它用的就是RS这颗涡轮 所以它的动力的输出 跟一般的EVO稍微有点不大一样 那其他的部分呢 改动幅度不是很大 当然引擎我们看不到的部分呢 在它里面有做了一些强化 冷却系统也做了一些强化 但在帐面上的输出呢 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那这部分的部分呢 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五代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车头有点变化以外 再来就是车尾 车尾第一个就是它的logo 变成EVOLUTION VI 就是EVO6的意思嘛 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 就是这个围绕 在四代的时候呢 它已经出现了造型很夸张的大型微 而且四代的唯一是双层了 五代变成单层 是为了它上面要做一个可调节角度的一个围绕 到了六代又变成双层了 六代呢把下面这边拱起来 变成一个双层的造型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符合当时最新的WRC的法规 又要维持它唯一可调 所以它六代的造型最夸张啊 那我们之前在接到四代就有讲了 那个时候的唯一被叫做赛一架唯一 所以它的唯一对于后面的视野 当然视觉效果很好 可是对后面的视野呢 反应度是很大的 因为我开过EVO6 我们在看后置镜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这唯一真的是很碍眼 但是不得不说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它在外观上跟五代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车身的彩绘 什么的车身造型什么的 基本上大同小异 另外一个不同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旅圈 旅圈在五代的时候呢 它的旅圈呢 造型跟六代不一样 六代变成密服 通常是OG代工了 那旅圈里面的这个Brembo卡钱呢 六代有做了一些强化 但是造型size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 所以呢六代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侧群啊 暴龟啊 轮拱啊 跟五代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那在外观上要分辨出来 基本上就是看尾 还有看车头而已啦 像这个我们讲引擎盖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尾当的部分呢 其实它跟五代一样 五代很多人觉得 五代是不是这边多了一个尾灯 在心理箱盖上面呢 其实不是啊 这是选配的 不管是五代六代 心理箱盖的灯都是选配的 但是大部分五代的都会选配这个 六代大部分不会选配啊 并不是用这个来做 唯一的一个区别的方式 那当然啦 这个唯一呢 还有所谓的EVO6的贴纸呢 你说你五代可不要换过去 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具体我们来看呢 可能还是看内装啊 六代的内装呢 基本上它变化度主要两个地方啦 一个就是它的Recaro座椅的花色 还有它的造型不大样 第二个是它的指针呢 改成了蓝底的指针啊 看起来视觉效果变得不大一样啊 其他地方呢 你说这外观要改过去 你说五代换六代的宝杆啦 要换这个旅圈呢 什么的确是不大难的啦 好 这是我们简单跟各位讲讲EVO6 这台车子它进化的轨迹啊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类电影这个长照 接着呢 那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 哎呀 这台模型车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EVO6这台车子呢 透过了电影也好 或者实车的抢购也好呢 其实当时是非常轰动武林的一台车子 所以那模型车呢 很早以前就有推出高精速版本 最早呢 我们看到比较高精速版本呢 就是所谓的Auto R 1-18 它做了EVO6跟EVO6代半 这两款车型呢 当年呢 也算是非常受欢迎的车子 现在根本就是天价了 那以小比例来讲呢 小比例的精致度的模型呢 当然近代我们还是首推我们今天的主角 TLV NIO的这台EVO6 而且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 四代的时候就讲过 TLV非常的邪恶 一口气把456都给出奇了 而且呢 号码差了一点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TLVN190啊 那跟前面的五代跟四代的号码很接近 基本上他们跟圣诞一样 一起出来的了 那这台车呢 各位发现 可是这台车车头怎么好像在哪里怪怪的啊 是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个疑问 这台车到底是做了五代还是六代 当然是六代啊 可是你会有这个疑问是什么呢 来 这个方向灯啊 这到底该是黄的还是白的呢 我们刚刚看这些照片 还有看Taxi终极杀阵 这部电影里面的EVO6 它的脚灯都应该是白色的嘛 其实你要黄的还是白的呢 是你自由去选配的 只是大部分的人在当时会觉得 白的脚灯比较fashion 比较好看一些 所以选配像我们这个示意图上面 这样子的黄灯的车主比较少一些 换句话说啦 你乍看下会觉得 五代才是黄灯 六代是白灯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车头这个黄灯 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五代 其实不是啦 你看它把这个雾灯也做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排框旁移 侧移也做出来 只是这个排框一样是TLV的传统 就是蛮厚实的啦 那至于车头其他部分 像它水上罩中网中间 有个三菱的logo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这台车是蓝色的 所以这个logo对比出来 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至于呢 在侧面的部分 侧面的部分呢 哎呀不得不说 这颗旅圈做的真是赞 我们过往再看TLV 这个比较密服的旅圈呢 通常它中间是不会涂黑的 不会露空了 这台车呢 试验效果真是满点了 而且呢 它的扁平比难得没有出什么问题 一般我们这种小比例模型车 会让你觉得扁平比好像非常的厚实 这台车不会看起来非常的 这个跟实车非常的近似 侧面的部分呢 当然它的厚实镜啊 还有它开门门把窗框什么的 应有尽有度做出来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强调 这台车子呢 它的侧群做的立体感十足 像我们一般在拿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手指头去感受到 这个侧群的立体的感受 非常的有意思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呢 车尾的部分 这台车子因为是蓝色的 我们像我们刚刚讲了 所以它车尾中央的三菱的红色logo呢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过不得不说 模型车确实把这个大唯一的精髓 给做出来 这个唯一呢 我不得不说 我们就这个视觉效果看起来呢 这个视觉看起来 真的是很大一支 甚至会感觉实车有这么大支吗 没办法 因为我们在模型车的角度 我们是这样 由上45度角往下看 所以你会觉得这支唯一特别的大 但是我们从平面上来看 TLV它做的差不多 略大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毕竟模型车 它有它的局限性所在 而且这个唯一就是EVO6代 它的标榜啊 如果没有这支大唯一呢 看起来就怪怪 像那个头文之地的漫画里面 也有出现EVO6 可是它没有唯一啊 看起来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就是了 那至于车尾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 这个EVO6的这个logo Evolution 6的logo也做出来 那么尾灯呢 维持着我们讲的这个红黄白三色相近 而且它的黄色呢 对比的很明显 因为这台车子 它是蓝色的车身 蓝色车身要对比出黄色呢 非常的简单啊 所以车头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像五代呢 就是因为它的黄色 在这个蓝色的车身底下呢 对比的非常的明显啊 这也是我觉得这台车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呢 它车尾的排框啊 我们刚刚讲 它车头排框做的比较厚实啊 车尾的排框倒是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是不是TLV以后它的排框 也可以做像这样子薄一点 当然部分车款已经做了薄一点了 不要说像前面这个这么的厚实啊 这样视觉 尤其它这个排框又做所谓的白底啊 这样子视觉呢 都被拉去这个排框 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了 那么TLV这款车呢 刷过很多颜色了 蓝色这款车子呢 当年也是新车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颜色 不得不说了 我们可能受电影的影响呢 可能受这个一些画面的影响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EU6就应该是黑色了 就应该是白色了 其实也不尽然 像我觉得这台蓝色呢 做的也算是相当的有特色 而且呢 各位不要忘了 7代以后 它的主打车就变成蓝色为主了 所以呢 这款车子 我个人也算是蛮推荐 各位可以去收藏了 毕竟你在台湾呢 你要找到 这个EU6左驾的正牌车 基本上不大可能 据说当年有300台 卖到这个左驾地区啊 那欧洲呢 也有所谓的Charisma GTA 可是当年呢 并没有新车实车 这样子弄进来台湾 这几年据说有人办Charisma GTA 进来 但是在台湾的法规来讲 要领牌不是那么的容易 当然 不管是当年好 现在也好 也有很多人会去落 所谓的这个4G63的引擎 到一般的Lancer 然后再做一个大幅度的强化 但是呢 你这样子做呢 毕竟跟实车还是有点落差嘛 所以呢 买不起实车 没关系 我们可以呢 像我一样啊 这个来弄一台TLV Neo的 这台EU6 而且呢 它又是照着TOMICA TLV的传统 做了一个实车的效果图呢 看起来相得益彰啊 所以呢 推荐给大家 这台TOMITEC的TLV 而且呢 它有不同的颜色 甚至呢 未来会不会出个TOMICA的版本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这个下去呢 真的是不知道损失多少的荷包的 好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透过TLV 这台EU6 来跟大家聊聊 EU6实测的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lCel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